截圖放雲端上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關那個TEST 有關那個TEST 這個格式化 這個就是畫面有解 另外呢 有關那個格式TEST 其實在他的說明檔裡面 這個函數說明裡面還有其他的相關的 如果你覺得這一些 剛剛講的部分不夠清楚的話 其實他這邊還有一些這個格式 比如說你給他這個值 他幫你格式化之後 他會顯示出什麼 這邊會出現這個 如果你要變這樣的格式有沒有 那你可以套用這樣的格式 那特別注意像這樣的格式 其實呢 他也可以用在TEST裡面 也可以用在那個什麼格式的制定裡面 兩邊是相通的 那有沒有按右鍵出門格式制定嗎 這個放在那邊也可以 放在這邊也可以 那兩者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你把這個放在制定裡面的話 它是格式 就是表面上看到的樣子 但是如果你放在TEST裡面 就是真的幫你轉換成那樣子的一個文字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這個地方如果你要 然後像什麼呢 做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MMDDYY的話 你可以用這樣的格式 OK那星期幾的話 他這邊是DDD 前面好像也有什麼AAA 其實也可以 他好像好幾種方式敘述 還有這些啦 所以如果你要做這樣的日期 這個是星期幾 時間 百分比 還有什麼 4 4又三分之一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樣的格式 有沒有 他有提示嘛 OK 那這些的話呢 還有經緯度都有提到 還有什麼電話號碼也有 如果你覺得這個格式還不夠的話 其實我建議各位 這邊有個什麼呢 下載 更多的 他裡面還有更多的範例 OK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我覺得這還蠻好用的 你格式化之後的話 你可以任意的格式成你要的一個樣子 只是這個說明裡面還蠻多的 有興趣的同學自己看一下 這個有關Test的部分 好 那這個地方第1個 第2個的話我們就 切到E-Day等等的部分 那E-Day的話意思簡單講起來就是 如果我要算什麼 奧 奧運 假設改一下2020 其實不重要啦 反正主要是一個日期 這個日期的三個月之後 算法以前如果 如果傳統的做法是什麼 如果不用E-Day 一定是用什麼 用Date函數來算 所以這裡的話呢 如果不用E-Day函數 我們不用Date 那怎麼算呢 第一個 Date函數呢 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他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年在哪裡 這個年 你不能直接點這樣 你要什麼 E-Day要取得這個日期裡面的E-Day OK所以呢 它裡面有年月日嘛 可是我只要E-Day部分 所以怎麼樣呢 你必須怎麼樣 在外面包一個E-Day函數 有沒有 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Mence 然後一樣 Mence 所以你會發現 就要怎麼樣呢 Date函數 比較麻煩是 你如果要抓這個三個 你就要 E-Year Mence YMD函數 通通做過一遍 意思就是什麼 分三個 先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的話 三個月 請你在 Mence這邊 加 3 按確定 有沒有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加3 意思就是說 你是針對月份去加喔 OK 那如果你要針對年去加 那就加在前面 年月日分別 所以這個地方 還是需要用到Date函數 可是你會想說 哇好麻煩 一件事用四個函數 所以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當然有 就要 剛剛這個地方跟各位講的 用E-Day函數 簡單多了 第一個 你打一個日期 Mence有沒有 相差三個月 按個確定 不過他回來的會是一個數字 那怎麼辦呢 你在自己格式乘 日期 按確定 他就會是我們要的 那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差別在格式不同而已 OK 所以E-Day函數的話 那當然 你的那個 前 這個是後三個月 前三個月很簡單 E-Day函數 然後呢 這個日期 -3就可以了 OK Enter 5月 那相對的上面跟下面 當然如果 你來選的話 我想你還是會選 E-Day來做 不然的話 光那個Day的函數 就一定要用 總共四個 函數才能完成 那 E-Day函數相對的 簡單多了 不過 在 2003的版本 如果你們公司有些 很多大公司 還在用2003 那記得 E-Day函數 E-Day函數呢 預設值是沒有的 一定要在分析工具箱 那個正義集 裡面分析工具箱 把它叫 進來之後 才有E-Day函數 所以以前沒有E-Day函數的話 就只能用什麼 剛剛講的 就是用什麼 用剛剛那個 Date函數 裡面呢 要 分別抓 Year Month 然後再針對 你要計算的月 去做加 OK 那 同樣的道理 其實 這個 Date的這種概念 其實在 Ti很像 有沒有 Ti其實跟 Date 這個Ti函數呢 一樣 如果你將來要做計算的話 一樣要針對什麼 Hour Minisecond 10分秒 分別去做計算 比如說呢 我們再切到時間這邊好了 那假如說我要得到一個 7點 50分 40秒 當然你要輸入這個時間的話你就是輸入7 冒號 50 冒號 40 Enter過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在 這個 這個剛我輸入的結果 直接幫你做一個 時間的格式 你想說怎麼會這麼聰明 關鍵就是說我剛剛輸入的時候有沒有 有輸入兩個冒號 OK 所以基本上喔 我們輸入 日期是兩個斜線 那 時間的話是兩個冒號 他用這個來判斷 如果你輸入完 Enter 他就自動幫你轉成一個時間的 那如果說呢 我希望這個時間 比如說50 假設的 這個你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裡面練習 我們在 計算那個 日期的話 這個地方有一個 52秒 或者12分鐘 假設10個小時 如果你要做這樣的計算 這個時間的52秒 之後呢 是哪一個時間啊 那當然 這個地方 到底差不多 怎麼辦呢 計算因為我要針對 那個什麼呢 秒的部分對不對 所以你變成了第一個你要先用 太函數 OK 那52秒怎麼算呢 Aur Minisecond 其實 就剛剛做的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啊 打一個Aur刮弧 抓這個 打一個mini 刮弧抓這個 Second 再抓這個 然後最後針對這個Second 加上52 確定就是OK的 那如果你要分的話就是加 這個 比如說12分鐘在這邊 10個小時就加這邊 按確定啦 應該到底一樣嘛 所以我就 不 不演練了 因為這個 差不多 那當然如果兩個時間相加的話 那你就是啊 泰函數 Hour 第一個時間的Hour 加第二個時間的Hour 逗點 第二個時間的mini 有沒有 這個時間跟這個 這個時間跟這個時間相加的話 比如說他出發時間 他 跑多少時間 比如說他馬拉松 兩個小時應該跑了 大概好假設啦 這樣 最後應該是哪個時間 那你就是用泰函數來加 不過你還 你會覺得還是有點麻煩 不過沒辦法 這個是 他泰函數 需要做的 OK好 那其他還有像weekday 如果我說這個日期 禮拜期 那怎麼做呢 其實前面有用過 我們用weekday嘛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 weekday 這個日期給他 不過按確定之前 你會發現 這個5有沒有 5的話呢 是星期幾 對星期四 為什麼星期四 可是為什麼禮拜一不是第一天呢 禮拜 禮拜天第一天 不過有的時候我們會想說禮拜 禮拜一第一天啊 對不對 不過到底很簡單 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是美國人設計了 所以他們的觀念裡面 第一天一定是星期天 不過之前我問過有同學說 禮拜一才是第一天啊 很多公司 都是把禮拜一列為第一天啊 但是因為這個軟體是美國人發 所以你就記一下就是 他的觀念是 禮拜一是第一天 那也就是說 我們後面如果說綜合練習裡面 我希望呢 抓禮拜天出來 他幫我格式化 那你可以用weekday等於1 如果禮拜六的話 就weekday等於7嘛 最後一天啊OK好 那大概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按確定 不對的話 你按右鍵 你可以用什麼 日期裡面的那個星期幾按確定 他也會出來 OK 其他都一樣向下填滿 做完了OK 那 這個兩個的剛剛講過 那 公時的部分 這個跟這個 其實是 可以算同一個 那差別只是說你會發現 networkday加一次有沒有 為什麼因為他是幾天 而且是複數的 那這個沒有加是指的是哪一天 那其實基本上概念是相同的 那這個地方主要是算公時 那公時比如這一天到這一天 兩個中間公時是幾天 那你可以用什麼networkday 所以這邊的話兩個日期 第一個日期 第二個日期 那特別注意喔 他會先幫你把那個禮拜六禮拜天 就先扣掉了 這是標準的 還好那個美國那邊休假日跟台灣一樣 不會像以前以前還有休什麼禮拜六上半天的 那就不適用了 你可能要重新撰寫函數了 剛好因為美國那邊休假日也是禮拜六禮拜天 他一律扣掉 那holidays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休假日 是除了禮拜六禮拜天以外的休假日 一般稱為國定假日 或者是你們公司的什麼呢 某一天可能是你們公司那個也會加進來 你就把它列表列在哪裡呢 列在這裡 然後你就把它選起來就可以了 一定是個array一個正列 這邊有提到 按確定 公時就這麼多天 那workday最大的差別是 其實你會發現workday 他最大的差別其實就是 只有這個 這個地方本來是 結束日 他剛好反推 他已經告訴你幾天 幾天的 最後要知道的是 什麼呢 最後的那個日期是哪一個日期 OK 顛倒一下 只是兩個 這個參數顛倒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綜合練習 這個綜合練習 第一個 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怎麼產生呢 其實用e day最快 為什麼 因為1月1號 2月1號 3月1號 剛好差一個月嘛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 相差一個月 那再來你可以什麼 向右填滿 因為a 向右填滿會變b 剛好抓到這個 相差一個月 有沒有跟前面 剛好跟前面是相差一個月 相差對按 向右填滿 寬度不足的話 常用裡面 你可以用格式的自動調整欄寬 把它全部弄 一樣 然後把它縮小一下 因為這個 OK 好那再來的話如果說我希望怎麼樣 有沒有能夠一次的 再來什麼 等於 上面這個 加一天 打勾 那我可以講向下 向右 一整年都做完了 不過 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哪裡不完美 對你會發現 2月 這邊好像3月的 這邊不應該出現 這個 也不應該出現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30天的這些 都不應該出現 所以呢 怎麼辦呢 你應該把它去掉 所以要怎麼去掉呢 當然不是叫你這樣子 delete 掉 delete 對 其實也是可以啦 工作 因為才5格而已嘛 對 可是 我們就是不希望你 做這個動作 我們是希望完全的自動化 那你該怎麼辦呢 你可能會需要什麼 判斷一下 如果將來輸入 之後 這個月份跟這個月份不相同的話 所以 邏輯判斷 如果 一副 月份 曼斯 不相同 因為你加了一天之後 不相同的話 那就 不要輸入任何東西 空置串 反之 才是輸入 A2加1 這個邏輯怎麼下 所以 其實 你只要在這個 裡面 設 if 加month 比較 就可以得到 只是說你會不會做 可不可以做得出來 想想看 那 但是可能會延伸性的就是還有另外錯誤就是 這裡面沒資料了 下面一樣會錯 所以會有value錯誤 value錯誤我們前面講過 如果value錯誤你可以把它過濾掉就好了 用什麼if air有沒有 那個函數就ok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向下 向右 一整年 全部就完成了 好所以我們剛剛 1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然後再產生其他的 第二階段就是 把禮拜六 禮拜天 變不一樣的顏色 但是不是叫你一個一個慢慢改 一定是不ok的 因為52週你要改兩次 104次 有沒有什麼快點方法 想想看 再來的話就是我希望呢 在每一個儲存格 日期的下方 快速的增加一個空白 的儲存格 才可以填嘛 不然你要填哪裡 對不對 你總不可能叫使用者說你請你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有個插入註解 對可以啦 只是說不方便而已啦 OK 那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 前面的相關 日期與時間 函數 最重要的部分 先了解一下 主要是做那個觀念 離奇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對於那個 日期與時間的相關函數 觀念不是很清楚 OK 因為剛開始可能沒有講 很多同學應該不知道說 原來日期就是一個 一個數字 原來 時間就是一個小數點 他24小時剛好就是 對 24小時剛好一天嘛 對不對 他就利用這樣的觀念 那怎麼樣把 年月日 10分秒 切開來 所以會有 年月月日 至於 從 如果你要做計算的話 要 利用那個 Date 函數 跟 TIE 函數 所以 這些東西 我想 你一定要熟練 如果不熟練的話 以後你要想要抓 你應該要抓的資料 你就抓不到 OK 因為抓 奇怪怎麼會是一個數字 怪怪的數字 那你就很頭痛 所以盡量把 我們 而且 你會發現這些函數好像用來用去大概都就是這一些 只要你會用的話很快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所以請各位先生